她真是别看有点像 说话家已经不出血 有的有所别改 真了吧唧的不痛 我的寡妇十月的 没有再欺负过 不贪了 不贪 连拜拜都不拜拜了 不拜拜 再见 你叔还跟你说个再见 再见 再见 好了 谢谢你 答应 应是为这就是缘分 那行了好了再见 祝你幸福快乐一万年 犀利大妈来乡亲 主动是好 却遭到大爷的直接拒绝 乡亲场面瞬间炸裂 大妈那嘴就像杀人鱼无形的刀了 刀刀扎人心 一看就是在江湖上混过的 今天来乡亲的葛大妈 今年67岁月入2000元有房 我能问一下咱今天多大岁数了 67 67了 天天从几点摆到几点呢 我早已摆着 8点20就得收 这一天我看能卖多少啊 一天什么 卖的好五六十块钱 要卖不好三十二十 还行十块八块 我这属于卖要呆不住 要不我各人在家呆子 我一个人 我呆子寂寞 我干活了干过来 呆子就难受就像有病似的 岁月是把杀猪刀刀刀摧人掌肥镖 年龄是把无情健 渐渐逼你皱纹 瞅瞅这还不到七十 脸上的褶子比地高都深了 大妈说了 这都是上天对她考验的结果 三十八岁就做麻烦了 那早前那个隔边西的话 生了牙子 卖熟食卖菜 带西瓜 那都给我累的 在马路上 没人我就躺在马路上 来人我再携来 后来给我累出病了 我那个孩子休息擦卖 吃的苦中苦放为人上人 为了过上富足的生活 大妈跟丈夫起早摊黑 三顿饭都不在饭点上 卑维靠着勤劳的双手 日子越过越好 没成想天不遂人愿 因为常年累月的辛苦 老伴累怕了 我们家女妻妻 她是那个有病了 淋巴下癌 疲了 清了酒气不大 不照样 干活就拿去 后来就是灰尸难受 一看那是淋巴下癌 那都是后期的 那时候我看我们那家 正有二十 家里有二十三万 就剩一万五千块钱 最后给老伴治病 就剩一万五千块钱 都剩一万五千块钱 她在那带死 在那上海边去大伙亲戚去看 再跟她住院 那钱就要打水漂似的 你瞧你哭好 你死了 她没了你也跟不去 你还得想法挣钱呢 那两孩子 她就给找到长村 小鸭城念书 过来了 完了我哥 她没合伙 生豆芽 看啥 能有好班就上 没有好班就卖货 那家就去了都房子 来不及伤心 为了养家糊口 大妈跟亲哥合伙 做起了生豆芽的买卖 从当时的一无所有 到如今两个孩子的成家的业 都是大妈一个人撑着 过程的艰辛 只有大妈一个人懂 就是小鸭内窝 有点大件事 就这么的过去了 2012年那年底买的 那是我跟我孩子们俩 找钱买的 那钱老宝都没买上 想买老宝那钱花两万吧 我这俩就是没有那个钱 抄那个 那钱八十下用 这个家发的最重要的 为了给孩子一个家 大妈放弃了买老宝 虽然遗憾 但无怨无悔 后悔咋子 你俩还租房子 你要是租房子 租了租去 钱拿出去了 房房没有 我要是不买老宝呢 把这最终的设个房子 我还要说 妈你别买了 所以我们俩得压好你 收餐后 大妈又带着红娘回家看看 一进家门 红娘被大妈拍的婚纱照吸引了 这是我那屋 哎呀七七 那是五十六那年 我自己照的 我跟你结婚 都没说照婚纱 那个穿婚纱 那个穿婚纱 那五十六那年 那个大厦 免费 免费老头老太都去照去 我个人去照婚纱照去 还有影集呢 自个儿点花了 挣钱 我就是随便 整个都免费吗 不得 你给你照一些个吧 完了拍照一些个 完了你自个儿选 自个儿选看来也好 完了你也适合 连那个带那个 还有那个 都够这些花了六百十千 有马呀一夜 相当于啥 免费是个噱头你知道吗 这不是明摆的套路吗 羊毛除在羊身上 都是你的一个账 挣钱挣钱我也不在乎 能挣钱不在乎 就是要一辈子 跟你妻子也没说这 结婚浪漫过 我可以浪漫 就留个纪念 辛苦打拼了大半辈子的葛大妈 非常珍惜她这辈子唯一她的婚纱照 当然 将来能跟新衣的老伴再拍一套 那就更完美了 那孩子多少年都让我找 我已经没看见这个节目 一堂堂照正的 我讲话来 人走的正行的正 啥不正 不走就是不走 走 起码这个人 得适合我的 第一个得干的 不能买的 大鼻梯拉下 获牙漏屎的 那我说啥都不带我 是不是 我不能干 起码得有住房 有住房 他得有劳保 最少有的三千里往上的 要不你两千里往前 再交出兰费这样的 根本就不够啥 这要有病有的 是不是 走一步 慢一步 那么容易呢 生活没保护 还不如我个人过来呢 大鼻梯拉下 获牙漏屎的不要 退休金低于三千的一不可以 没有房子的更是不行 了解完大妈的情况后 童娘觉得有文化 有阅恋 每月退休金四千一百元的 姜大爷挺符合要求 于是决定介绍两个人见上一面 介绍一下吧 好好 这位是姜茂善 姜鼠 是姜 对 葛秀兰 葛阿姨 我那个挺小 就跟卧室看电视 看电视 看电影可干净了 就是家里头老干净老干净 嗯 你自己就去看电 哎呀 这已经视察工作了 嗯 这一进来就视察工作了 嗯 他也瞅着了 进屋了呢 进屋了呢 嗯 找你进屋了 哎呀 怎么感觉姨是主人呢 坐下 坐下 这姨子里掌握主动权了哈 来到来进屋来坐下 我在哪我是谁 大爷自己都蒙圈了 这到底是谁家啊 老太太咋比我还熟门熟路呢 第一集在这儿丑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一个丑业园 丑业园 这个通过来 怎么呢 第二个 你就是个人独立生活吧 对 对 这个房子就是确定这个房子 就这一套房子吧 对 嗯 第三个退休的工资的方面 对啊 退休四千来过去 四千多了 但是现在就是个家 就算退休什么也不干了呀 什么也不干 嗯 幸福了养老了 对 享受晚年了 对对 都八十好几的人了 可不得享受晚年了吗 能照顾好自己已经就是为儿女减轻负担了 可大爷说了 虽然现在啥都不干 可曾经也有过高光时刻 二十岁 嗯 得慧 得慧 终极师范 念书 二十岁选拔分野员来到长春 今年来到长春 六十多年 来长春多年了 六十多年 完了转业到长春市公安局 那时候呢 没房子 完了就到屋子局金手回收公司 金手回收公司那时候正开房 所以就给了两套房了 就这么就也没回馆局 说声小听不到 说声小听不到 啊 他说声音小啊 咱们这说话都挺 我说声音一点不要 你多大是年龄 我六十七 十岁是六十七 才六十七 本以为优越的履历能换来大妈的崇拜 没想到大妈耳背啥也没听着 不过这不重要 这老头大妈看上了 就这一堆就这一块儿 我耳朵有点沉 但是讲原品啊 粗刺啊 这方面你就放心 你看看你的要求方法啊 你得有你的要求的条件啊 方式啊 咱俩生活习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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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还没聊到这一块吗 说话都挺不着 人家吻龙龙咔咔 哪地方脉不行 大十多岁才没有身体好 我啥也没有 一点毛没有 尝一到胃都不用吃药 主要差身体是不是 对 我不说说身体健康 另外那个说话能喝得来的 对于未来的老伴呢 大爷明确要求一定要身体好 而他的直接拒绝 却让大妈恼羞承诺 那感觉就像榨了毛的狮子瞬间吸力了 看他穿那个衣裳的领了 都当死了 都得有 他真还别看有点像 说话家已经不出血了 有的有处别干 跟了吧唧的不痛 我的寡妇十月的没有再欺负过 不贪了 不贪 就连拜拜都不拜拜了 不拜拜 再见 你叔还跟你说个再见 再见 再见 哎呀 谢谢你 来 答应你 一是一是为这就是缘分 那行了 好了 再见吧 祝你幸福快乐一万年 哎 好好 谢谢 好啥呀 大爷 啥都我能幸福快乐一万年啊 就这样 两人的相心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八哥 咱们评论区见